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苏利云准备开球 对手都是来自英格兰的同胞斯比 我罗俊英和大家一起欣赏第一场半准决赛赛事 赛制九局五胜 刚刚阿苏利云发球 新的球櫃总共有八站排名赛 而这一站是第一个排名赛赛事 能够夺得这个赛事冠军有六万英镑 而亚军也有三万英镑 而且他们得到五千分 排名赛分是冠军所夺得 而亚军也有三千七百五十分 如果半准决赛输了也有二千六百分 所以每位球手就串土必争 准备设计球的C比 世界排名是三十六 这球设计得一般的 纵厚了 推了红球到左边的尾袋 可能C比也有点怯怯的 因为他的对手是现今世界冠军 兼世界排名第一位 今年奥索尼云改变了一个形象 扎在马尾 在上个球季打球很多时 就用发针掌着头发 因为始终害怕头发太长 阻止自己打球 这个球很漂亮 一扯扯过来 插一插红球之下 就比较漂亮 黑球 低球 拔横白球之后 有两个红球可以选 8 应该处理了 跟着右边尾袋的红球先 9 一扯扯 把白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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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把白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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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先擦一擦球 因為那時打下去 可能會影響白球的去向 把白球送回桌中間 調到右側的藍球 似乎藍球的角度比較薄 所以就準備打你六球 一個後球就發力扯過來 看看紅球的分布 一拳 拳打一拳 拳打左手邊 最近尾打的紅球 21 拳打一拳 拳打一拳 靚調到黑球 奧蘇利雲出名 是起break 只打一四七 打過六次 28 看回歐蘇利雲 打法日漸成熟 而且現在可能年紀大了 比較穩重 初初轉職業的時候 因為自己 球艾和天分都很高 所以打球有一點輕挑 有時就不太看得起對手 29 但現在知道 從登世界第一位之後 就不容有失 始終成為每個球手的目標 所以看他的態度和部署 都成熟了很多 34 很多球壇人士認為 如果他真的能夠很穩重 加上他的天分和球藝 根本 現今球壇是沒有人能夠他打的 很多時候他輸球都是輸自己 可能由於是第一盤的賽事 所以他的節奏都是穩打穩摘 希望自己能夠盡量 可以落桌打球 但是球會有什麼的機會 kalau水牛這球要造成熱型 我拍出球球球也能看著很久 他仍然太遠 因為這個球會否推前 頂一頂,然後右邊還沒多那兩隻紅球 看看指到位置 如果不是,就可能由兩個紅球隙 穿過去這個藍球 剛剛好,就用力一點 讓旁邊的紅球遮住 兩枯筍彈過來 調配到右邊的第四隻紅球 50 四隻都可以打 51 打其中一隻 調配到右邊的藍球 調配到右邊的左邊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輕輕推一推 就可以現在靚調配到旁邊的紅球 反正如果力度和位置控制得不好 過了藍球那邊,就要走遠路 拆開了紅球之後 旁邊的三隻紅球都可以打 Stun一骨筍出來 調配到右下方的紅球 先打拆開了 現在是65分 桌面剩下67分 進入這個拆球 就馬上可以過到安全線 一推前 對方已經做Stuniger 因為剩下桌面 能夠足夠分數 只有67分 而它已經有71分在手 72 準備禮行公示 看看有沒有機會 清袋 清袋 清袋的關鍵 應該就是最近 右邊的兩隻紅球 因為黏住了 一刻來的左手 79分 這個角度有機會 它可以打黑球 推散那兩隻紅球 雖然位置也不太好 但是它有機會打其中一隻 很準 87分 三孤筍 並且漂亮 調配藍球 可以一個低級的 下一個底孤 調配黑球 底下的紅球 92分 如果有角度 可以推散兩孤筍 調配黑球 93分 現在的紅球 這球 暫時已經過百分 100分 觀眾的黑球 就給它一點掌聲 101 打黑球 再掃上黃菲林拼黑 總共有135分 108分 練球位置 110 平時所有球員 無論是熱儀 或職業 都會放這位 去練習清袋 113分 對這位現任世界 冠軍來說 這些應該是 很容易的事 170 似乎對手思比 一輸一個chance 就沒有機會 坐在那裡看對手打球 122 128 以往 他可能要玩些花式 落些西 帶了兩孤筍 現在就穩重了很多 完全沒有問題 結果就1Q135分 在九局五勝的賽事 先拔頭籌 暫時來說 就領先一局 對手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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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為大家欣賞 普倫斯頓桌球賽 半準決賽賽賽事 是由英格蘭奧蘇利文 對他的同胞 施比 現在是第二個賽事 暫時分數 施比 是27對6 但參加 是奧蘇利文 這次大軍 在這一關 老闆蘇利文 jenje 30分 在第三筹 八局 破球 如果處理得好 推藍球的勢力 也可以調到黑球上的紅球 小心,差一點就… 把白球倒進尾袋裡 他計算得很準確 多次選選,推大兩孤筍 在紅球之下,調到紅球 20 20 看見球手還沒出Q的時候 英柏守,其實同台有兩場賽事進行 兩場都是半準決賽賽事 待會一會兒和大家介紹第二場賽事 現在分數是27平手 但是奧蘇林可以繼續得分 28 28 很漂亮,開個洞 把五隻紅球炸散一點 它旁邊左右的兩隻都可以拌到中袋 細小力拔口 36 教一個大約半球位置的黑球 曾經去年獲得世界冠軍之後 奧蘇林說今年全力練習左手 但是似乎他也是可能跟大家說笑而已 因為始終這些排名賽對每個球手來說很重要 獎金的其次 最重要是排名積分 可以保住自己 因為現在的位置 或是升上更高的位置 所以對奧蘇林雲來說 今年的態度認真很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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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球的形勢 分析得很清楚 不會隨便站 這樣就打下去 他就打 有可能如果过了安全线 就表演一两桶左手给你看看 以往来说,也是稳打稳扎 没有机会,才放在底盔上 也不太满意 因为他可能认为做不到Slogger 但现在其实球已经很好了 因为蓝球和蓝球已经阻止了四个红球 而飞球可能阻止另一只红球 打到其中一只,但纵厚了 有机会输到中袋 白球走快一点 也有近距离的尾袋可以点 斯比觉得这个球也很不满意 没办法,因为被迫要打球 打球 中红球的犯素 稍微偏差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近距离的不打,比较远的很有信心 很准确 谢谢 这些态度应该 如果自己有状态 出球比较好 只是中距离的球 也不是长距离 八 看小可能就凭这个机会 就赢了这个局局也没办法 九 十五 暂时分数相差二十五分 但是这个大参市 就把握在手 16 暂时这些球拿了十六分 17 看一下分数 现在有33分在手 好,进入这个黑球就四十分 准备红球之下 还有左边中袋的红球可以打的 进入这个红球应该过了安全线 深水清的观众都拍手了 这个大约半球的飞球 这个大约半球的飞球 第一招很漂亮 我们叫做Soft Screw 准备红球 他进入正中袋 第二招 二招 再进准备的那张资脑 第二招 第二拦 二招 三招 第二招 三招 三招 第三招 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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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不滿意,因為你的球勢比我高 你不用用左手伸低了對手的水準 44 但他的心態可能左手會用來練球 因為我有機會勝出之下 我練球也行吧 55 你看他的左手和右手都沒甚麼分別 62 1球62分 又在這九局五勝的賽事 第二局勝出 暫時局數方面 奧索儀雲領先C比2比0 看看C比如下的賽事 能否急起直追 因為如果再這樣比起 你看很壞人在把握機會這樣打下去的話 真的完全沒有還手的支力 44 一個機會之下又取得44分了 50 有紅球可以調校的 57 打打一下就準備部署 有鍵拼拼球下四隻紅球 鍵拼拼後 剛剛這盤球又是屬於奧蘇利雲 看奧蘇利雲的出球 非常自然 不用刻意打 所以那個人認為 根本生出來就打桌球 很有天分 撥下去的姿勢又很舒服 出球的節奏又很流暢 71 已經過了安全線 桌面剩下67分 又會不會一球過白呢 72 78 越打越順 好準 這個球呢 打球不是那麼低 但是法力 變成把白球 只是輕輕地迫橫 如果法力呢 可能是扯到很遠 好自然地呢 就扯到那個白球 就調到他旁邊的紅球 92 93 這個球呢 可能低Q過來 捏著左邊的菇筍 就可以調到 左邊的菇筍 向尾袋的紅球 又一球過白 剛剛100分 你看看他 也不用趴上去 馬上用左手 也沒問題 101 全部打球又在標準位 108 第一盤他已經打了Q135 110 看到他一順了之後 他的節奏快很多 113 也不用瞄準 看他打球 你覺得打球很容易 但是如果心水清 球迷就知道 全部QQ都是技術 不是看起來好像隨便打 122 不過他實在太有天分了 所以打出來的球 128 就被人感覺完全沒有難度 搞定 35 又一球135分 在第三局又勝出 暫時在九局五勝的賽事 奧蘇利雲領先 3比0 和大家繼續欣賞 普雷斯頓球賽的 半準決賽賽事 兩位都是英格蘭球手 好 世界排名第一 現任世界冠軍奧蘇利雲 對對手 就是同胞斯比 世界排名36 這盤球 就似乎 不像開頭的三盤球一樣 那些球打得散散的 可能這盤球的開段 大家都設定得很緊 變得那些紅球散散了 分數方面 暫時 就私比自己領先8分 那麼少 14對6 好 看回奧蘇利雲的進級過程 第一圈 就贏英格蘭的馬克戴維斯 5比2 而第二圈 就贏 北愛爾蘭的史威爾 5比1 在16強賽事 就用5比3淘汰 就是蘇格蘭的托特 這球球很漂亮 薄皮 彈上來 能否做到冰球呢 哎呀 差了一點 有軟桌的綠球 都可以打的 不過打完之後 可能有機會卡住黃球 卡住黃球之下 就阻礙白球 不能調整桌下的紅球 看看它怎麼處理 下一點篩 因為下篩的球 如果走那麼遠的話 白球的路線 就不太準確 它覺得比較失望 慢鏡看看 始終尤其是現在這樣打法 額毛 一下篩的話 白球 就可能已經 由於擁毛的摩擦 就改變了路線 所以施比 有些小差事可以打 施比似乎 因為三盆球 都沒有機會落桌 又熱身 變成有這些半差事 都把握不到 看看施比的進級過程 慢鏡看一看 切薄了 第一圈 以5比4 贏了蘇格蘭的史摩爾 第二圈 以5比2 淘汰 費南迪斯 現在16強的賽事 施比5比3 贏了全世界冠軍 伊當 按照計 應該都很有信心 伊當 這樣級數的球手 即是磨爛隻 又可以設定 又可以設定 都比他贏 應該信心 都不差 但是對著 現在狀態大勇 奧蘇利雲 似乎 完全無從入手 這個設計 很乖巧地避過 卡蘭波 落到底部 那裡 看看奧蘇利雲 處理這個軟波 可能都是設定 綠波旁邊的紅波 力度稍微 小了些 或者似乎更厚了些少 都沒什麼差勁 好 輪到施比 在這種情況 尤其是奧蘇利雲 這麼順 應該把白波 設定得辣一點 黏著鋪筍 還有 看看路數可不可以 防止奧蘇利雲 白波走回原位 逼奧蘇利雲犯錯 這個波 看到它低一點 就 右邊篩 好快 故意用三菇筍 落回來 去到黃波後面 能否去到呢 去不到後面 去到前面 這個孖仔很需要人打 希望增加少許難度 雖然看到紅波打 但因為孖仔 先把紅波打 一踢 踢到紅波的代口 施比有機會 雖然有一隻軟桌 但要調校到色彩球 都要有一定的難度 剛才剛才奧蘇利雲 兩枯筍 想調校拼球 但不能調校 就塞了六球 軟桌 這次看看 這個球 也很厚 看有沒有路線 就是打歪一點 衝著白球 上來 或者唯有一個急停 停回白球 在那個位置 打個拼球 但那條路 只有一條 你真是 打歪一點 都調校不到 這是很好的 由於法力 一種下去 完全種到薄了 因為看到屍皮 剛才出了Q 已經擺斜了 變了 你看到擺斜了 你稍為白球 拆歪一點 根本就落了篩 所以完全種不到飯素 好 好了 奧蘇尼雲 要求球證拿一支 可以加長的高叉 套一支 加長氣 因為它準備打 底褲近著 右邊尾朵的紅球 自己換了一支 加長氣 再加長氣 再加長氣 球證再問一問 要不要加一支 在那支高叉的上面 我很小心 因為它要放在桌面 固定一點 因為如果你調高的手 你的手抖了一點 就歪了 我也很小心 嘔一筆腎 嘩 還淘汰了 拿不及 Marcel 他也笑笑口 入就入了紅球 但是自己一拿不及高叉 拿走的話 就變成犯規 幸好白球 就離開桌面 在發球區裡面 慢鏡再看看 入就入了 看看那個球 一拿後的高叉 就動了六球 好 看看師匪如何處理這個軟球 看看我把握 入一個球 就打回自己的信心 好 師匪比賽時的1球最高度數 是134分 如果比起他對手好數 利雲 真的差很遠 哎呀 這個發力 可能還是15、16 打下去 沒什麼信心 謝謝 慢鏡看看 重厚了 好 兼且兩棵筍 把白球停留在中台附近 哇 大把球可以打 這樣做 這樣做 如果這盤球輸了的話 就真是危險 因為賽事只有9局5勝 如果這盤球輸了 讓對方4局的話 都很難可以去反勝5局 尤其是對著這個非等閒之輩的世界第一 和世界冠軍 而且今天狀態真是大勇 暫時豪蘇利雲落後10分 一個低Q 卡一卡紅球之下 調到右邊尾袋的紅球 5 好 入了這隻拼球之後 可以放回原位 就容易打一點了 簡選 都是低Q 一卡紅球撞一撞 右邊卡紅球 彈回到桌中間 咦 不斜退後 有位置就衝兩卡紅球 已經打到18分平手 這Q的鞭球暫時就11分 拿來這個紅球12分 8分 18分 這麼快就左手 不要掛 19分 尊重一下對手 看到C比的神情都非常凝重 覺得這場賽事也有很大的壓力 25分 26分 好 先解決桌中間散開那三次紅球 先解決桌中間散開那三次紅球 應該可以打一點點 38 暫時DQ的鞭球 拿了38分 而分數 很需要領先27分 7分 再計一計速 進入了這些紅球 學藍球 有沒有機會踢一下底胱的球 那兩隻紅球 衝下去 哎呀, 衝不到 好可惜, 還把紅球捉到邊窟 人算不如天算 路數就好, 衝不到 希望可以調校到散開紅球 唯有選擇ZQ Running side 薄皮 走方的白球 能否做到散開紅球呢 都仰著些少 左手也可以做到這個份量出來 也不簡單 對不起 突然施被問一下球證 我打不到的 這個球有些縮架 所以中不到這隻紅球 你不要說我故意不打球 所以有時要問清楚 這位荷蘭姐的球證 又說他還未盡力 淘擠了之後 可能白球要放回原位 扣了六分 而奧瑟雷雲先看看這三個球 可能他未必一定要放回原位打 考慮一下 真的不打 好有信心 因為他覺得這個薄皮自己可以搏 搏完之後 就馬上有個拼球去打 先前一個佛分拿了六分之下 已經領先四十分 再入這個拼球四十六分 已經過了安全線 因為桌面剩下 兩個紅球得四十三分 七分 看了分數的差別 對方已經要做拼球 換句話說 這拼球如果 小心謹慎的話 又不犯甚麼錯誤 跌死 被人設定拼球的話 就應該領先到四比零了 反而壓力在C比身上 現在又要做Slogger 又要看著 4比零的局數 這個球還不中氣拳 結果C比氣拳 謝謝 雙方打完四局之後 休息了一個小段之後 就馬上出來 繼續這個九局五勝 半準決賽賽事 剛才大球是英格蘭的C比 這球Z球也一般 一般 啤球之下 馬上有個軟台 讓奧蘇利雲打 這個球也非常直 如果奧蘇利雲 看今天的狀態 和出Q 應該有機會入 哎呀,稍微重薄了些少 慢鏡看看 人就很定了 可能在白球中 有輕微的偏差 看回奧蘇利雲贏的四盆球 打了2K 135分 狀態大涌 球正很小心 看著C比打這球球 有沒有動球 因為旁邊有個綠球 哈哈 一仰著之下 還捉了白球 捉了去左邊 變得 下了尺西 中的紅球 就中薄了 好多人準備 一個低Q 兩個紅球 就散了紅球堆 把白球沉在黑球底 那裡 這條鋼筍 送了一個紅球 去右邊中袋 如果C比 那些球 嘔一不慎 可能輸這個參試 如果是這樣的形勢 就施比盡量把白球 拉到黑球底下的鋼筍 因為看到 跟著啡球 也有一個紅球 靠著上鋼筍 不是很像鋼筍 很像鋼筍 如果有位置下到鋼筍的話 奧蘇利雲可能從事故技 又是低Q 他也是簡選 小小地推住 整個尺寸 其實剛才可以下到鋼筍 插低Q 又是扯退後 把黑球底下的鋼筍 似乎覺得C比 今天給不到什麼壓力 他順勢 把白球上去 希望C比 要處理得不好 給自己參試 薄皮 把黑球底下的鋼筍 沉下來 黑柴底下 看看紅球 他可能會打黑球 右上方的紅球 把白球離到差不多的位置 最重要是遮住中袋的紅球 你試過一下 你試過順勢 踢走紅球 就沒興趣做 你C比,會否看到 剛剛黑球上面那條紅球 可以打到左邊的中袋呢 应该有个位置可以进入 因为前面那只红球应该养不住 可能大力了 中薄了,捉一捉中袋 但两担之下就把白球挨在黑球边 然后黄球尾袋的红球就被前面 在蓝球线那两只红球阻挡住 现在去到增池阶段了 这个球一个发力扯回白球来底枯 又捉一捉又送了 仍然被蓝球左手的两个红球阻挡住 代口的红球 这个球如果处理得更加好 白球就会黄着枯笋 斯比就更加难打 奥苏利云也很有兴趣知道 斯比怎么处理这只红球 不可以输餐斯比自己 思考心思比的就用什么方法 量一下位置 可能它也是低速打黑球上面的红球 扯回白球的黑球右手边 就是这个位置,量一量 希望用红球阻止代口的差势 能否阻止呢? 阻止就阻止,问题是 奥斯利人可以采取一个借球入球 因为拼球旁边的红球可以打到或中 黄球尾多的红球应该可以进入 扯回后还调黑球 很漂亮,就是这样 慢镜再看看 因为红球实在太近代口 因为要中正后球就会进入 可以说是奥斯利云把握 施比这个错误 如果这个阻止处理得好的话 赢了这局球 兼者可能可以5比0淘汰 施比再晉级准决赞 看看这个阻止处理得如何 16 红球开得很散 有时职业手平时练球 都会尽量把红球放散 因为有时不太顺 整个红球在黑球和红球的红球堆 17 所以这些位置 都要他们有时摆出来练 一样打开了 就会把红球把红球放入圆 现在先放黄球 先放进黄球 有机会打下粉球 打下粉球 19 就会放在圆球 而且组球开始将红球 10 20 而且這些球就不用刻意把白球打在一旁 因為整桌有紅球 差不多每個位置都可以調球 沒有正方向、錯方向之分 調不到黑柴冰球這邊 就調到綠球、黃球那邊 這麼快又用左手? 也沒問題 應該先處理黃球旁邊的紅球 3-1 不是,有個借球 偉高人膽大,看到借球 馬上就打到借球 3-1 3-1 38 也有很多球可以做保險 39 這個球比較直 調不到下面 拼球一點就調到黃球那邊 衝一下 黃球左手邊的紅球 先打到黃球 44 這麼快就拿到44分 45 剛好,又打到藍球 一推下去,左右兩邊中隊的紅球都可以打 我看私比,也… 以為這場球已經輸了 51 好 Higher 小 我看我看了 你要節迷 好 再把這個球 都會上 target 這樣 那我看了 就能夠佔一向 就夠了 把這個球 都不會上 有很多球 對 我們也可以 咬身也沒問題 65 衝兩球 打飛球低球,落去壓著球 打接著球球的紅球 打完這支紅球 可能會清理晶球 放回原點 70 好,大小容易去 桌面剩下三支紅球 取得70分 看看能否順勢一球打上去 對 來吧 算吧 這球球就算奧蘇利雲清不完 我想斯比也棄權 76 因為分數實在相差太遠了 現在只等出來握手而已 不進 中尼爾·Sullivan,76 1球,76分 谢谢 斯比也是想打两球球给观众看 因为实在他没什么机会下桌打球 现在分数得很少 这球只是不断打球而已 还是要握手 结果大意胜出 世界第一的奥苏利云和世界冠军 以5比0淘汰了他的同胞斯比进级准决赛 他的对手将会是华达娜和亨特的胜方